西班牙度假圣地马略卡岛又传来令人发指的游客强奸案 6名年轻德国男子上星期四 涉嫌在岛上轮肩一名同样来自德国的18岁女游客 其中5人已经落网而且不得保释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这批20多岁的德国男子是在岛上一家酒店认识受害者 双方原本交谈甚欢 少女也同意和其中一名男子发生关系 但是其他同伴竟然霸王硬上弓 轮奸少女更拍下犯案过程 案件发生之后 西班牙警方火速逮捕其中5人 不过有一人在厘清了嫌疑之后获得释放 近年来遍布娱乐场所的马略卡岛 罪案平传治安亮起了红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